昨天我预测,勇士主场打746人,库里哥哥将狂砍六四家带队取赠。 今天果然不出所料,勇士轻松击败对手。 只可惜,我有一件事算错了,我本来预计恩比德不打,否则场面上不好交代。 可没成想,他看勇士队齿碎不足,竟然想把哥哥当软四只捏。 结果当场被哥哥制裁,恩比德全场18投只有5中,个人正负值为全场最低的负21。 有了带地这么一个卧底,库里哥哥自然不需要砍六十家那么离谱。 于是轻轻松松37分,便搞定了对手。 在赢下这场比赛以后,目前勇士的战绩也是直线上升。 高局,高局。 咱们先不说战绩的事,你们就说我这个预测准不准吧? 我说746人歇一场都打不过西部倒数第二的开作者。 今天背靠背打歇了两天的勇士,那将更加是直接白给。 看看746人的防守策略,在比赛过程中,他们竟然去包加追梦格林。 这是什么意思,反正我看不明白。 抽象程度就好比,海神唐三带着天斗帝国一种封号斗罗,于战场上大战罗刹神。 结果那边比比东大杀特杀,唐三假装没看见,直接让自己这边的精髓,浩天斗罗,笑天斗罗,剑斗罗,狗斗罗,你们都跟我去包加对面的六供伐。 而对面的比比东是谁防的,具体不太清楚,好像是派了个路人甲去送死。 看起来顶多是一名二环大魂师。 746人,他们竟然用嫖娼豪去防库里,真的相当抽象。 于是乎罗刹神库里,那自然是将746人撒了个对穿。 比赛之中,甚至不依赖移动长城,直接面对面推开746人防守球员,外线命中三加一。 这是哥哥最硬气的一场比赛。 如果一年打82回746人,全平行首发都是毛毛雨,保不齐再来一把全票MVP。 我劝恩比德以后,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。 小聪明啊,以为约记骑是硬骨头,感情我酷日天哥哥是吃素的。 想捏软四指,我看你是找错了对象。 当然,唱歌还是要唱的。 毕竟六四分底下,预测没测准。 稍后,我浏览一下评论区,看看各位爱酷都点了什么哥为难我。 最后说一句啊,没有人比我更懂酷里。